有人說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我說冬天洗澡 唯快不動 我修練了30年的冬天洗澡大法 今天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了 每天洗澡都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每次看著熱水爐 都是一個計時炸彈 這個時候要一鼓作氣 趕快衝完 直撇 老友 衝動是魔鬼 你沒用過蓄熱式熱水爐嗎 弄一張過裏攤一下 什麼 煮麵可以洗澡嗎 可以洗澡啊 這麼快 麵還未吃 等一等 要快 醒醒了 過了五分鐘有熱水洗澡 我還能睡著 慢著 你煮一塊熱水 但熱水會洗一會就沒有了 慢著 幸好我有第二招 對沖沖下來沒有熱水 我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 忍住不洗 不出汗不用洗澡的 不如第二天先洗吧 也不是很髒而已 自己催眠自己 不用洗澡就最爽了 各位家裡大朋友小朋友 這樣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用蓄熱式熱水爐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熱水穩定供應 水不會時冷時熱 什麼 一個四人家庭全年可以省到七萬升水 算上電費和水費 整天省到一千元 那一撥新熱水爐的錢 四年就能開到本了 嘩 有沒有這麼划算 你是怎麼快到這件事的 追蹤中電智能好生活 Facebook page 和帶到CLP app 上面有很多提示 教你如何選擇電器 如何省電 和美化家居 繼續更新 不要太歐了 也不急 購買電器 每個人都會有位置 都會用附送電腦 又會用附送電腦 的運動 才能發生